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2. 严控生产成本。印度消费者偏好功能性产品,所以在保证功能的情况下,生产环节上可以尽量节省成本。 3. 把握品牌的黄金推广时机。印度站竞争相对不激烈,可以从前期开始就充分利用广告营销工具,加大推广投入进行高性价比的站内引流。 4. FBA。 FTZ模式两者兼用。灵活应对印度特殊的物流问题,满足印度消费者对获到付款的偏爱,同时保证商品尤其是爆款的及时入仓和配送。 5. 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。在气候、生活习惯、消费习惯等综合影响下,印度消费者会有较多的售后问题。 因此从运营初期就需要配备专门的售后客服,完善售后服务体系。 据金融公司摩根士丹利·摩根士丹利·摩根士丹利·斯丹利预估,印度电子商务规模这几年一直在急速增长。 当2026年或将突破2000亿美元,而印度电商产业链也在不断完善,对想要布局全球,着眼于品牌长远发展的卖家而言,印度战正在成为下一个颇具潜力的业务增长点。 所以,是时候择机而入,率先抢占市场份额以大失拳脚了。